42岁赵小乔宣布怀孕30周 每周出4款血打针户点点宝宝 恭喜老爷和喜夫人 42岁赵小乔18号宣告 肚子里的宝宝已经30周咯 我希望用点点宝宝这个小名来感谢一路上的恩典 在10个星期左右这是预产期咯 点点宝宝性别会在这周五晚上8点公布 谢谢大家的关心及祝福 刘亮佐也发文写道 已经数不清多长一段时间 小乔每一天都必须打针吃药 直到生产为止 小乔整得太辛苦了 实在是一位超级伟大的妈妈 赵小乔2017年跟刘亮佐结婚后 秋子之路相当艰辛 忍着水肿 凭尿副作用 在子宫扎了数百次针 取出五十多颗卵子 历经一次人工受孕 两次试管失败 去年二月怀孕十六周胎庭 我一直是一个所谓的 优等宝宝 我没有任何的复刻疾病 老公那边也非常的好 最后一直长到第五天的男胚 总共有三个是最健康 所以我就把这三个植入到我的子宫里面 讲了那么多 都是废话 因为我还是失败了 就我甚至很沮丧的跟 我儿子说 你知道吗 人越长大 越多事情就是你 努力了但不会成功 或者是你付出了不会有收获的 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非常积极正面乐观的人 前两天我觉得我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 baby的大小刚好是十六周 表示他可能我去产检前一两天 他才没有心跳 所以他也不是没长好 然后羊水也很多 量起来的素质都很正常 但就是没有心跳了 医生就说很遗憾 然后他要离开 然后因为我要把肚子的那个凝胶擦完 我要穿裤子 然后我一坐起来 然后楼哥就 他先哭出来 他就抱着我说 我们不要再生了 我们不要再生了 这样 然后那一刻我才放声大哭 这样子 到底有没有要继续再努力 再生孩子这一方面 其实我自己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都说真的我真的很幸福 我有一个很全世界最棒的老公 而且也那么爱我 但其实自己有一个小孩 也真的挺好的啊 就是 因为群群也很想要一个弟弟或妹妹嘛 好在第五次终于做人成功啦 赵小乔表示之前怀孕失败 是比较复杂的免疫问题 身体会自动把胚胎 精子视为外来物攻击 期间都必须靠打针稳定身体状况 每周还都要抽死到八管的血 所以到点点宝宝健康出生之前 我还是没办法丧心 在那里继续前进营